来 谢谢啊 就住这儿 对 住这儿 我没有太委屈自己 没有啊 这儿挺好的 客户的情况 临时出了点变化 就临时住一段时间 对 住这儿 行吧 今天阿姨生气呢 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 她也是担心 但是现在确实 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 慢慢来吧 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也喜欢我的工作 我不会辞职的 我理解 这么多年了 你也一点没有变 还是满腔热血的 其实吧 我还挺为你骄傲的 对了 那个 侯爵现在的状况 先别告诉我爸妈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放心吧 伤口还疼吗 没事了 恢复得很好 还是注意安全 慢点开 慢点开 休息吧 晚安 拜拜 这事干吗呢 聊得不错嘛 话挺多呀 好 确实 聊得挺好 严谨结结婚呢 有聊了这个事 不过 距离时间还没定 定点我告诉你 晚安 不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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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马总 马总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今后只要有需要 我们一定还会结成 为您提供安保服务 谢谢赵总啊 你看你培养了 那么优秀的员工 合作得又特别愉快 既然咱们这个 合同解除了 那现在五十亿 就是自由身了 好 赵总 咱们赶紧 赶紧签我跟十亿的合同 小侯总怎么这么急啊 那我带马总来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无缝连接嘛 马上签云 来 小侯总 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赵总 那我先告辞了 请 不送 不送 马总 你出走了以后啊 你爸心情很差 身体也不好 这人啊 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这看着都让人心疼了 其实呢 你才是他精神上 唯一的寄托 有空回去看看他吧 给他点安慰 行 我 我知道怎么办 放心吧 父子没有隔夜仇 我的天啊 你还可以 你会去找我 我会在这儿 你会去找我 你会在这儿 有空的 你来签合同的 好 蓝总 那你正好来晚了 我跟赵总 胡队已经签一半了 马上签完了 蓝总 小侯总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客户 这事怪我 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协调好啊 要不你们二位 这样看行不行 既然两位总 都想合五十一签工作合同 那十一 你来选择怎么样 我都签了一半了 还有什么好选择呀 我觉得赵总说得有道理 我们让十一自己选吧 十一 我们集团的度假酒店 马上就要开张了 我想请您过来 做安保顾问 制定安保计划培训人员 这事我跟叔叔阿姨 也商量过了 他们很赞成 我本人也很希望你过来 你自己选 我没事 你自己选 蓝总 谢谢你的邀请 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 相信不难找到更适合的人 王总 我尊重他的选择 走了 赵总 好 我送你 太高谱了 太高谱了 我把核酮签了 嗯 走 走 走 马上 感谢观看